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鄭鴻宜,歡迎收看今天的大話新聞 大話新聞今天兩小時要來專訪清明黨的總統參選人 宋楚瑜宋主席,主席好 鴻宜兄你好,觀眾大家晚安,大家好 好,那麼這個選情非常的緊繃,選舉只剩下四到五天的時間 那麼宋主席這一段時間以來,他在台灣到處跑 他到底看到了什麼樣的東西 今天花蓮縣長傅崑奇,傅縣長也宣布要停馬 那這個事情對他是不是衝擊很大 他認為他自己能拿多少票 很多朋友還在關心,就是說他到底是不是選到底 會不會在最後一刻玩棄堡 或者是宣布退選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麼所以今天我們都要來訪問他 甚至於他認為馬總統連任的機會有多少 那麼他對於馬總統執政到底有哪一些的觀察 今天我們都要來深入的討論 那麼傅崑奇今天宣布停馬的這個新聞 大家都非常的關注 那麼等一下也來請教一下宋主席 我們先來看一下VCR 馬一九 倒散 馬一九 倒散 如果大局發生了重大的危機 第一個受害的就是花蓮 我要顧個人的榮辱 顧個人的情感 還是要顧三十四萬鄉親的生活 但依據以大局為重 強調事前有跟宋楚瑜報告 至此講了一半 還不忘跟馬政府要預算 花蓮縣政府已經破產了 因為中央的預算沒有通過 我希望中央能夠鋪起這個責任 讓馬英九繼續坐鎮台灣 政黨要給宋主席一個公道 在花蓮 傅崑奇一舉一動 洞見觀瞻 好 那麼今天這個宋主席在我們現場 那主席大家都知道 傅崑奇現場跟您的交情非常的好 那也一向對您非常的相挺 那今天他已經宣布公開停馬總統 這個事情對您衝擊大嗎 心情上面當然會有一些這個波折 但是我要很嚴肅的說 這件事情嚴肅的表達了台灣現在的政治 這個玩過頭了 我對於國民黨在最後這個時候 去逼傅崑奇去表態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殘忍 而且是一個非常粗魯的一個動作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因為大家都很清楚 今天原來他們是要辦一個 叫做全國停馬的客家的一個後援會 而選擇在花蓮這個地方 大家都曉得客家鄉親最多的地方 是在桃竹苗 這是不是就像前個禮拜 我們馬總統已經公開說 他在雲家的地區少輸就是贏 他難道認為客家的鄉已經在我們桃竹苗 已經不太支持他 所以他要到後山去嗎 這是我第一點質疑的地方 第二個客家鄉親最自豪的 基本的精神是什麼 叫做恩將失踪 就是硬的井子 絕對不犧牲原則 非常固執和折善 第二個叫做失踪 就是對人有情有義 您剛剛一開始的時候就說了 傅昆奇跟楚瑜之間 過去有一些這個往來 而且有一些情感 在這個時候逼一位客家鄉親去表態 讓他來對另外一個朋友講一些話 這不是一個很殘忍的事情嗎 這就是我前段時間講 政治總要有點這個人情味 如果我們台灣的選舉 變成沒有一個人味的一個社會的話 台灣的這個我們很自豪的 那人做人應該無情無情 逼著我們副縣長去講這個話 而副縣長剛剛也講了 他說如果不挺的話 就是將來花年的這個財政很困難 怎麼辦 其實我們大家都叫了小富 何必緊張 宋楚瑜當選以後 花年的鄉親 完全可以相信宋楚瑜 全部承諾的事情都會做到 而馬總統承諾給花年 要有一條安全回家的道路 今天連開工都還沒有 我當年在2008年 不是也就是傅昆奇 我們一起幫我們馬總統站台 那時候才競選總統 我這大型的造勢上面公開的停馬 馬公開的承諾要照那條路 不管叫做梳花替也好 梳花改也好 到現在為止 既沒有改也沒有替 到現在為止 你看每一次梳花公路 昨天又斷了 而且斷了的時候 沒有看過一位官員 包括交通部長 在現場去坐鎮指揮 花年只要有問題 宋楚瑜都是第一個 趕到的宋省長 那我剛剛就又說回 最先開始講的話 那就是有情有義的客家人 被糟蹋成這個樣子 這還像一個人味的社會嗎 我就想到我在做這個 可是我們過來 你也可以講說 客家後援會 不設在陶祝廟 設在花蓮 你也可以講說 陶祝廟他贏到有勝啊 好 那我現在就講了 我先講我剛剛講的 人情味的問題 我做這個 國民黨秘書長的時候 大家都曉得 邱川煥先生 那時候當沈主席 那個時候林元朗 就是楊崗先生的親弟弟 希望競選這個 總統 這不是 希望競選 這個南投縣的縣長 那個時候遭遇很大的困難 這時候邱主席是負責扶選 就向宋秘書長來說 需要一些經費啊 實在不然的話他會落選 好多人都說 我們林陽港先生跟李登輝先生 有所謂餘量情節 如果讓林元朗 如果當選連任的話 這個時候將來不是對於 我們李總統不利 李主席不利 我又是我們大家講的是 我們李主席的 所謂最忠誠的幹部嗎 所以你當時是 當時我全力支持 你是總統吳秘書長還是 我是國民黨秘書長 黨的秘書長 我說黨的秘書長就應該公平的對所有的我們的黨人嘛 這時候他要求一個數字 宋楚瑜毫不猶疑的 他開了一張借據 林元朗說他借錢 不然的話他選不下去 宋楚瑜全額把他去處理完 處理完以後 當選以後 要還錢呢 我上報告 給李主席說 要花那麼多的錢 要他去還錢 請問那他怎麼還 一個縣展一個月有多少錢 我說他竟然贏得了這個選舉 我們就對這個從政同志 應該妥於好好照顧 全額黨部 不住 李總統照樣批殼 所以這些故事外界都不知道 好 等到 果然我們李總統參選 第一次的民選的總統 1996年 96年參選的時候 林陽港先生 這個跟我們郝伯春先生來參選 宋楚瑜當秘書長 那個時候已經變成 台灣省政府主席了 省長了 這個時候 你想想看 我們看到林安港出來選 宋楚瑜有開始罵他們 什麼民族的敗類啦 什麼又罵這個話嗎 也沒有啊 這時候 林元朗全力的支持他哥哥選 結果李總統還是高票當選 結果李總統還是高票當選 所有的縣市通通贏就輸在南投 但是李總統 但是李總統還是過半數贏了 贏了 贏完以後 黨部啊 就要 我已經離開黨部 要開除林元朗 我就上了一個報告 我跟我們的田丹丹黨部說 我跟我們的田丹黨部說 弟弟挺哥哥這是很自然的現象 台灣是一個有情有義的社會 如果弟弟去挺哥哥 那個政黨要把弟弟去開除的話 那將來大家覺得我們這個政黨到底是幫派呢 還是一個道義的結合 所以你現在是在講國民黨無情無意嗎 好 我就講了 我就剛剛講嘛 我就建議 對不對 可以停權 後來田丹黨部建議停權這個六個月 我說停權三個月應該就可以了 所以林元朗先生 到現在還是國民黨的黨員 各位鄉親就想著嘛 政治不要玩的一點人味都沒有了嘛 這就是我講的 我們做這些事情 今天看到 國民黨又去逼那個傅崑奇 你怎麼說國民黨逼呢 哪裡有逼呢 因為我昨天才到花蓮去嘛 傅崑奇不是到機場來接我嘛 後來他告訴我的一些狀況 我也不便於講了太多 我只有曉得嘛 怎麼用這樣子的方式來給他 大家心知肚明 拿這些這種案子來故意去壓榨人家 我看你這報紙上有講說 傅崑奇的爸爸有收到傳票 這個事情啊 大家好好去查證一下 有這個事情的話 我更讓我對於 你有沒有講 我有講 說他爸爸現在也收到法院傳票 這是傅崑奇告訴我的 什麼案子啊 我不知道 哇 爸爸幾歲啊 傅崑奇的爸爸幾歲啊 你想想總是 七八十 七八十歲嘛 一個兒子如果要去參選 或者幫人家參選 要遭遇到這樣子的一些情況 我覺得實在是一件 非常非常讓人家可悲的事情 我記得他好像有五十箱連鎖書給你吧 是他幫你忙嘛對不對 我必須要這樣講 我在七月份開始 我還沒有很決心要出來參選 我必須要說我的參選不是親民黨提名 我是在那個時候我特別講了 如果人民確實覺得我們對於現任的總統 他的表現不相信不滿意 而對於另外一位參選人對他不放心的話 如果人民有需要我願意出來 但是我當時去看看那由於人民來決定 現在我們看了在四十五天之內 包括在花蓮有這麼多的鄉親 拿了身份證去連署要送楚瑜來參選 所以包括傅崑奇在那個時候也曾經協助 他們看了很多的鄉親 所以我昨天晚上就是在花蓮的街頭 讓我自己親自去體驗體驗 到底花蓮的鄉親支不支持我 我在街上最熱鬧的街上 我走到將近兩個半小時 我拿了自己親自拿了麥克風 我現在嗓子還可以講話 我講了一句話 那就是說人民來做決定 如果人民覺得宋楚瑜應該參選 我參選 如果人民覺得宋楚瑜參選 而且當選以後確實有能力替我們的鄉親來服務 我很樂意去來參選 所以現在要逼傅崑奇去表態 他用什麼逼他 詳細的情形 我想國民黨非常清清楚楚 我不必要替他們講話 但是我很清楚的 昨天我所聽到的消息 而且是副縣長和他最親近的幾位幕僚告訴我 原來他們希望要開大型的造勢會 就是造勢的那個叫做停馬的這個萬人啊 或者是大會 所以原來說要取消 後來呢 改成室內小型的 或者改成什麼樣 我後來我沒有任何過問 我只有講一句話 那就是 政治選舉是一時的 做人是長遠的 希望我們不要把這件事情弄得這麼難堪和赤裸裸 所以我在這邊祝福福崑奇 但是我對於這個叫做台灣加油戰 用這種的手段來搞這一類的這個情況 我覺得實在讓我非常搖頭 那福崑奇幫你弄了50張連鎖書 他就是其實也是鼓勵你選 結果現在他又去停馬英九 你不覺得他叫我爭笑的嗎 這個事情啊 我不需要多評論 這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需要在這個時候逼福崑奇來表態嗎 是誰逼的 所以你認為福崑奇是被逼的 我相信他自己不會在這個時候 無緣無故跑了出來 再做這樣的事情 而且更妙的話 你看去授齊 應該授什麼齊 結果授那個是國齊 然後全場穿的話 都是福崑奇支持的那個立法委員 候選人叫做張志超 好像不是那個王廷森 國民黨不是挺著王廷森嗎 這不是很荒唐嗎 這是很荒唐的一些動作 那宋主席剛剛講說 其實他這個 全台灣有去到處去敗票 包括花蓮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花蓮的狀況 那今天蘋果日報有說 你在台南有2萬人 這個造勢大會也有2萬人 等一下我們就回來請教宋主席 就是說跑到現在 那麼他自己估他會拿多少票 他認為馬總統會不會當選 還有他會不會參選到底 在最後一刻落跑 等一下繼續請教宋主席好不好 來 先休息進廣告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